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 真相到底是什么 时隔五年后 他要求退差价 这个诉求能否达成 闹心的二手奔驰车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画面当中 穿格子衬衫的这位是闫师傅 他对面穿T恤的这个男人 是泰远洪生二手车一号厅小鱼车行的鱼老板 闫师傅口口声声说 这鱼老板欺诈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这个事还要从闫师傅五年前购买的一辆奔驰二手车开始说起 我是17年5月23号购买的车 我当时来小鱼车行买车的时候 小鱼车行老板告诉我 这台车没有太大的事故 都是一些小磕咬碰 我说我买的二手车 有点小磕碰划痕 我说我能接受了 我说主要是没有重大事故就行 他跟我承诺的 这台车没有重大事故 闫师傅说 当时他是以30万元的价格购买的这辆二手奔驰轿车 前段时间他打算把这辆车卖了换一辆新车 却意外地发现 这辆车在自己购买之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 他这个车我查出了他的记录是在17年1月份 出的事故是赔偿金额是14万吧 这些记录我全部都查出了 前两天 闫师傅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查询了这辆车的保险记录 发现这辆车在2014年10月和2017年1月 发生过两次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分别理赔了4000元和14万8000元 其中水箱框架有拆卸的痕迹 左右A柱和右D柱都进行过板金修复 车顶框架也有烧汗的痕迹 检测的结论就是 这辆车发生过重大事故 这个检测结果让严师傅觉得既意外又后怕 在我老家是东北的 我年年五六趟五六趟往东北跑 你说我开了个定时大弹 对我来说没有一点安全感 你说我要说这五年当中 幸好我是没有出现啥 你要说这个车 我要说出点啥事 我今天哪有机会说再来找他 我想想我现在都后怕 严师傅说发现这个情况之后 他也跟小于精品车行的余老板进行了沟通 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他现在回收我车要给我10万 市场正常价这台车是167万 我说你这不坑我吗 我说那当时我买车的时候 你告诉我重大事故车 我说我就认了 这台车我说我不会再卖给你 卖给你你不到下一个 你就欺骗哪个消费者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们随后来到了严师傅购车的 鸿生一号厅的小于精品车行 见到了车行的余老板 可是话还没说两句 两人就争吵了起来 你别在那儿叫唤我 你要叫唤我你出去 你跟谁说话呢 跟你说话 我说你这儿来处理车来了 你看到 因为现在这是记者在说 是吧 那再说弄才会的 我没有权利说话 因为我正说的中间 你就打个 你们说话都可以 各说各个礼 在记者的劝说下 两人的情绪 总算平静了下来 接着 对于严师傅所说的 重大事故车 余老板进行了解释 你当时知道这个车 是重大事故车吗 当时我们没有重大事故 一说 我们知道是事故车 我们不知道是重大事故 因为我们这个车 当时成交是2017年 2017年的时候 咱们的标准是国家标准 2013年发布的是 2014年开始实施的 我们当时说事故车 因为我们卖给他的时候 合同上标明是事故车 所以我们当时说事故车 是一点问题 余老板承认 他售出的是一辆事故车 不过 当时他就明确告知过严师傅 并且把这个情况 写到了购车协议里 记者看到 在购车协议的备注一栏里 有这样一句话 因该车事故 甲方质保发动机 变速箱一年 我当时只是语言话 我告诉他 我说这个车A柱可是碰过 前脑洞也是烂的 换过的 但是机舱里头没有碰过 就是发动机变速箱没有收损 就是他说 如果你要是能保证 我发动机变速箱没动 没动 不影响我开 我就 就是这个车就能成交 你知道吧 而且我们当时卖给他的时候 合同上体现 车价是30万 当时的市场评估价是35万 意思明显地 市场价5万块钱 余老板认为 既然严师傅当年 在购车协议上签了字 那就证明 严师傅对于这辆车 是事故车的情况是认可的 如今 照上门来说不知情 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起料 严师傅听到这个说法 当即火冒三丈 当时我签字 我问你啊 车什么事故 你问我 就是这些小科碰 如果说他当时 跟我讲清楚了 说是 我这台车就是A2碰过 或者是他刚才所说的谈话 为什么 这我自己 你欺诈我 这5年了 我开个定时大战 你欺诈我 你卖给我是重大事故车 如果是正常人 我告诉你 小科小碰 你不会在事故车上的合同上签字的 就给他任何人 你说 你的意思 我老啥 我花30多万 我在里头买个重大事故车 严师傅说 余老板在5年前 卖给他这辆车的时候 故意隐瞒 这辆车发生过重大事故 而在购车协议里 余老板 对于这辆奔驰车的车况 也没有详细的描述 让他错以为 这辆车 只是有追尾之类的小科碰 这才签了购车协议 可在之后驾驶的过程中 他就发现 这辆车 有不少的毛病 在18年的时候 我说这个气囊灯 怎么总亮呢 他说不是气囊的事 是气帘 他说这个不要紧 他说这个 按个电阻就不亮了 严师傅说 他听信了余老板的话 就给车换了电阻 暂时解决了 气囊灯总亮的问题 可是之后 他竟意外发现 自己买的这辆二手车 没有气囊 这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当即就又联系了 小于车行的余老板 那么余老板在卖车钱 为什么不告知严师傅 这辆二手奔驰车 没有气囊呢 对于这个问题 余老板赶紧解释 不知道都没有气囊 因为气囊需要拆开 当时没有检测机构 气囊需要拆开 那个工作台才能看 按说 作为二手车车行的老板 李英对自己收购 和售出车辆的车况 了如指掌 然而 余老板竟说 不知道自己售出的车 没有气囊 这让严师傅 无法理解 他说我给你换 四个安全带 我这四个安全带 他给我换的 四个安全带 一年一个 咱检测办法里面 全部都写了 在严师傅看来 余老板帮他换了 捡真器和安全带 以及轮胎 那也只是在 弥补隐瞒车况的过错 如今 他发现车有重大事故 那么余老板 就得承担责任 然而 余老板对此 却并不认可 他说车行老板有意欺诈 他说车行老板有意欺诈 车行老板 车行老板却说 他另有所图 他现在敲在我身上了 你先敲在我身上了 我敲在你 你可以报警 没有如实告知 二手车的真实车矿 是真不知情 还是有意隐瞒 上一个车主的出现 又会给出怎样的答复 我们错的话 反正看我们一赔三 我们赔你赔三嘛 120万 我们相信 我们以一个车行的实力 我们都赔得起你 五年后 发现购买的二手车 有重大事故 他究竟该如何维权 现在我要求不过分 你把我现在的车 车的差价给我补 闹心的二手奔驰车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在2018年 对这辆车进行维修之后 到底有没有达成 协议的问题上 双方是各执一词 于老板认为 当时严师傅 已经明确表态 把合同给他 今后再也不会 因为车的问题来找他 而如今 严师傅三番五次找过来 说自己隐瞒车的真实情况 目的就是为了敲诈他 他现在敲诈我12万 你看 因为我们跟他 处理过这个事情 敲诈你12万 严师傅说 如果当初知道车的真实状况 他就不会购买这辆车 或者会以更符合实际的价格购车 于老板没有如实告知 构成欺诈 应该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 于老板当即反驳 我说你却反正告我 如果我要是反正判了我输了 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一个对错了 到了这种地方 你知道了吧 我说知道对错 我们错的话 反正要看我们一赔三 我们欠你一赔三嘛 120万我们相信 我们有一个车行的实力 我们能赔得起你 现在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 于老板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为此记者也带着双方 一起咨询了律师 你当时就卖车的时候 你说这个车有事故 你跟他说的事故是指哪部分 A柱这一块 A柱到顶子这一块 说顶子来没有 你看 A柱和顶子本身就连的 你也知道 那车本身就连的 而且我们拍的这块高坦 前倒犯换过 这地方碰过 我们给客户写上事故车 就证明是这台车 是四辆六柱动过的 我们才会给他写事故车 如果是小客碰 我们哪怕换了个门 我们不会给他写事故车 于老板强调 在卖车前 他只知道 这辆车的地柱喷过漆 并不知道 地柱进行过板筋修复 如果这个时间 焊接的时间 是发生在他买车之前 那说明 你卖给他这个车呢 就存在瑕疵 哪怕是说你不知道 还除掉A柱的事故焊接 和地柱的板筋喷漆 你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有 那如果有的话 那就说明当时这个车商 这有 那是你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很简单 这个事儿 你说的事故 你就没给他说清楚 不管你是属于什么原因 反正是没给他说清楚 他当时也没有 他的知情权 没得到保证 听到马绍军律师的话 于老板赶紧解释说 2017年保险还没有联网 查不了保险记录 因此他就不知道 这辆车的使用 维修 事故 以及检验 等真实情况和信息 当时我们就是买车的时候 就这个查保险记录 我们都会查 4S线记录我们也都会查 但是当时的保险记录 没有全国联网 因为这台车的第一手是 甘肃了 我忘了是陕西了 是那边的车 我们在3C查保险记录 我们就查不到 就在这时 跟着余老板一起来的一个男人 接过话头说 他就是这辆二手奔驰车的 上一个车主 3月29号买的吗 3月29号 你当时没看过下这个车 看了呀 那个保险记录 当时查不出来嘛 查到查不到 你们可以翻回去追究 再往上的这一个车 严师傅当即接过话头说 余老板现在 以不知情为由 就是在推卸责任 之前更是有意欺诈 那么 余老板的行为 到底够不够成欺诈呢 马绍军律师也做了分析 他没有完整的告知你 这个他也认可 这个他认可 但是这个里面是不是欺诈 这个现在也不能跟你下这个结论 欺诈的前提是故意 所以他明知道 他专门不告诉你 如果他不知道 那这个也不能说他是欺诈 但是呢 他对于这个就没告知你这部分 车的这个价值呀或者什么 这部分他负有责任的 而从余老板和严师傅签订的 购车协议来看 里面并没有关于 违约责任的内容 余老板说 2018年 他把这辆二手奔驰车 打包维修之后 严师傅就把购车协议交给他 并且表示 今后 不会再因为车的问题来找他 严师傅当即否认 他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 没有的事 因为双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来证实自己的话 马绍军律师 也对双方做了提醒 你如果当时你们都写事故车 到底是什么事故 什么地方发生过事故维修 咱把它写得清清楚楚 对对对 我就写这 就不会有今天这些问题 是了是了 对吧 那就是你说的 如果有 如果是像你说的 18年的时候 你给他修理了 又你们打包商量好 当时再签一个协议 也不会有今天这些问题 为了帮双方解决问题 记者小慧建议双方当面协商 严师傅首先说出了 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要求不过分 你把我现在的车的差价 给我补啊 差价不一样 对啊 你他现在收我车 他是按那个 重大失误车来回收我车 多少的差价 你现在差价 你最少得差五六万了 就最低最低得差五六万了 他给你五六万 这个事是永远解决了 是这个意思 对啊 然而 听到严师傅的这个解决方案 余老板却不同意 就是走法律程序吧 让法律给我 他五六万的这个要求 你应该不接受 对对对 让法律给我们一个公平的解决 最终严师傅和余老板都表示 他们将通过诉讼的途径 来解决此事 节目最后呀 我们建议 大家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 一定得把眼睛擦亮 最好呢 先找第三方机构 出具相应的鉴定报告 一定要把车辆的具体车况了解清楚 明明白白的去消负 而二手车车行呢 也有了解所受二手车车况的责任 应该做到 不欺骗 不隐瞒 价格透明 车况透明 不然呢 很可能涉嫌消费欺诈 反而还得承担法律责任